你干嘛呀 我看你的嘴巴都是挖不及黑的 扛一包一米机 扛多了一样 今天我一过来老板就说 又造贼了 我都服了 你没包啊 妈包 妈包 你再包一安 先拿包包包包包包 他那个酒厂门又被撬了 不要撬了 不要撬了 我等一下就回家帮他查一下监控 我去看一下监控怎么查得到 偷到酒厂门把门给撬了 就不知道我们的鸭子也没撬 真浮了 这个扇门被撬了 里面老板存了好多酒 真浮了 锁被撬了 他这个酒都不知道偷了没偷 因为他这个酒里面呢 这么大的坛子 抓了点酒用什么挖两勺根本也看不到 快点 把酒灶拉下来 倒在地上 你 什么意思 感觉这鸭子 真的受筋了 不敢上来了 平时我们来的时候 鸭子好奇怪 我每天来喂食的时候 鸭子上来了 什么意思 然后昨天晚上说了惊吓 现在这不知道什么 这样感觉有点太平 我们街上早上又被撬了个店 走到这里人家酒厂又被撬了 牛牛又丢了 现在有点堪忧 怎么到处都有小偷 怎么偷的 说实话来到这里 无计我鸭子绝对也偷了 等下回去查监控 我看能不能找到人 这个鸭子的话应该不上来 像我们平时走过来 鸭子早就上来吃吃了 完了 这鸭子怎么不上来呀 我真服了 还要抓十只鸭子的 这个要发出去 竟然不上来 这鸭子真的是可能受惊吓 昨天晚上 我拿玉米来骗一下 看看会不会上来 这终于骗上来了 好多还不敢上来 我发现这个鸭子 颈提气非常高 你看 上演以前呢 我尾到脚下来 今天的话呢 远离人 这个意思的话呢 就是绝对在这抓个多点 你看这鸭子 这样子颈提气高 如果不要动一下 这个鸭子第一反应呢 这个鸭子 今天就能出了鬼 好害羞 证明这鸭子绝对被抓过 别人这种抓法 去把牛虫那些帮来抓 这些鸭子 放下去里面查监控 把监控查看 传言 又告诉你个好消息 要不听 是哪个好消息 鸭子被投了 我不骗你 鸭子被投了 那是要是 酒厂被炒了 昨天第一上就烧了 第一上 我来去抓鸭子 鸭子不靠近人了 你看 烧了好多 烧了好多 剩下的呢 我要查 接下来给你奶奶就 奶奶在这里 先抓两只 先搞两只 我估计 我又得一个地方失误了 最近这个牛啊 现在找一天找牛 然后忽略了这个摄像头 这个我们压棚的 这个仰压的地方摄像头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摄像头 买的摄像头是只能储存半个月的 那个视频 内容 然后现在这个月找牛 我就忘记着山 现在我来看一下 看看昨天晚上的视频 没有存储 如果没有存储的话呢 就是又又又又是一场空 真的服了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搞 两个牛牛丢 两个鸭鸭丢 旁边的酒厂丢 这个现在现在这个 还有早上那个 我们那个小店也被撬了 真服了 小偷都现在这么猖胖吗 说实话 我希望我们当地警方 真的要加拉利路查一下 不然我们这个 养一些东西在外面 真的忍睁地提心吊胆的 叫我们去装监控 哪有这么多监控装啊 现在来查一下监控 希望这个能有储存 没有储存的话 就有麻烦了